近日,著名媒体人宇熙品牌化妆品创始人静宇熙在日本福岡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就近期香港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当前香港需要稳定,香港年轻人应该回归自己本业。 静宇熙出生于广西桂林,两岁时随父母到香港生活,直到16岁远度美国读书,静宇熙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香港度过的。 当时的香港社会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我记得了我父母亲最担心就是我的英文说得不好。 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如果你不会说英文的话,所有重要的工作都不会给你做,首先是给外国人做。 所有的重要的职位都是给了英国人,你是草包都没问题,你是英国人,你的工作绝对比中国人的工作好。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一些选择的余地,有吗? 港独当时是专门从英国是拍过来的,这就是殖民的地方呀。 静宇熙说,住在殖民地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当她16岁准备离开香港念书时,她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她不喜欢住在一个被称为殖民地的地方。 香港回归后,静宇熙曾多次到访香港。她表示,香港本就不是其他人的,香港就是中国的地方。 以前在香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普通话的。回归以后呢,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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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可以说普通话。 但是事实上,香港不是其他人的,香港就是中国的地方呀。 关于当前香港局势,静宇熙表示,她希望香港社会能尽快恢复稳定。 在她看来,稳定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一直保持稳定。 这个稳定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看到中国最近的40年发展得这么这么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基本上一直都是很稳定。 对于香港少数激进暴力分子,静宇熙说,他们并不是和平示威者,事实上就是暴徒。他们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 静宇熙想告诉香港年轻人,现在应该做的是回归本业。 不要搞这么多,你这个好努力把你的前途做好吧。 如果你的环境等等都是很安宁的,很繁荣的话,那你慢慢什么都可以有。 你这样动动的话,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还是要努力地把自己的前途做好好的做。 如果你是学生吗?好好地学习。 因为对你来说,这个才是前途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你们有时会说,是什么吸引了发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